嗯 各位親戚們 大家 下午好 好 下午好 今天一生一天的課 但是感受很完整的 但是大家要來想這些主題的時候 有一種 今天討論不太大 因為那時候 我們昨天的尊敬 都找不到一個電燃書 一個我們的年輕友 所以 我在想道路洪斬的方法 到底是要怎麼寫 後來呢 後來呢 要做你們的討論的結果 後來是感覺到 到路洪斬當然要有計劃 計劃為先 那麼計劃到底是要計劃什麼 第一點要設定目標 目標呢 當然就是清楚 我們今年目標要做什麼 還是說 可以考慮在你參加 睡眠教育還是學者的班 這個都是一個目標 那麼呢 這個 再來就是 行動策略 到底你要用什麼策略 那可以考慮這些人 如果你沒有策略 你沒有好好溝通 對不對 這些人也大家是說 我沒有時間 那我能力活動 其實有很多都是很有能力的 再來就是執行的方案 還有 預算 那有些 也是一樣 要花錢 那麼呢 後來就先把他 跟他規劃 就是說 如果計劃 當然我們這些都要怎麼 在那裡說 要討好多久 啊 在這裡看得到 心臟多少人出來 那麼呢 設定目標呢 我們就 以 以杜仲認識 我們來 要怎麼 鼓勵來通陣 來插發 還是經濟 邀約一些朋友 然後做這一些 這些 都 這邊 就是說 可以聯絡感情的一些活動 聯誼 讓大家可以 有這個心 要不要覺得 跟你們在一起 他很快樂 就可以寫到一些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就透過我們 規劃的一些環境 啊 第1個就是說 其實 也是可以設計 一些 每個啊 要討一下 還是比較主要的 辦一些讀書會 啊 每個人寫一本書 啊 看人 各自分享 這可以 臨機共識 也可以訓練 他們的口才 更難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 啊 再來 哪個兒一買到分享一些 小故事 啊 大企畫 都可以了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其實就看各種 如何去運用 那麼呢 第二點呢 就是 一定要進族行 就是一定要先做 你沒有做都是空檯 做了才知道問題會出在哪裡 那麼如何去出行呢 就是說家庭際會很重要 網經很重要 那麼對於新道經 我們剛才有提到 我們去年年到 經營不錯年期的時候 當時呢 那心傳道經 尤其是新道經 第一點到完成以後 最慢在七天至十天 你一定要進入家庭 一定要跟歸在一起拜託 否則的話 這一個人很容易就死掉 死掉意思就是 沒看人啊 因為他不出來了 真不可能每天叫我換